大明兵部尚书于谦 见过太师 于大人 久仰 久仰了 于谦 你好大胆子 见了本朝太师 为何还不笑贵 在下受太师之邀 前来迎回太上皇 怎么一句话还没说完 太师就要让在下 先做了阶下囚了 我说于大人 本王看你 确是个治国良才 这么说吧 我送你 跟英宗皇帝回宫 他还做他的皇帝 你们做个宰相 有你们君臣二位打理朝廷 这大明也算是没王 太师的意思是 让我大明做个小朝廷 对瓦剑 对瓦剑称臣 余大人果真是个聪明 如此这般大明免了亡国之灾 英宗皇帝和余大人又各得其所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余大人的荣华富贵 从此不可见谅 余大人 您觉得如何呀 你休想 你要为余前做卖国贼 背叛朝廷和百姓 成为你瓦剌的走狗 你简直是痴心妄想 余大人 本王还是劝你好好想想 要想保住京城除此之外 别无出路 我劝你呀 还是想清楚了 要向我大明屈膝投降 你简直是白日做梦 叶歇 收起你的如意算盘吧 我大明就是剩下最后一名战士 你绝不屈服 雨晴 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 给我拿下 叶歇你这个狗贼 你赶死我们 给我绑起来 雨晴 你死到临头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雨晴既然敢来 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叶歇 可悲的是你呀 你除了杀我 又能奈我何 把这两岸拉出去 斩了 对不起 连累你了 不 我不后悔 与大人真不愧是英雄本色 本王佩服 真的佩服 撤了 与大人 多有得罪 请大人万物见怪 好说 好说 太师 还是想和我于谦再谈一谈咯 来来来 请 本王久闻于大人 乃大明第一英雄豪杰 今日一见 果真名不虚传 太师言过其实了 其实 像于谦这样的人 在我大明可是比比皆是啊 不不 于大人不必谦虚 本王就认你 那在下与太师 岂不冤家路窄了吗 不 本王明白 这天上的雄鹰孤独 地上的百兽之王狮子孤独 这普天之下的英雄们更是孤独 于大人呢 今日本王与你可谓是惺惺相惜了 在下这次来是要迎回太上皇 不知为何 太师对此不拙一言 这件事吧 慢慢商议不迟 于大人 要不你在这住上一两天 不 我必须马上见到太上皇 看来于大人还是个急性子 也行吧 既然于大人说出来了 本王准你就是 请将军带路 在这上皇上